好 观众朋友欢迎再回到 欢迎全世界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节目录制的时间呢 距离美国的选举日投票 只剩下五天了 那全美各地已经有将近五千七百万人 他们是完成了提前投票的这个事情 那CNN呢日前公布了最新的 摇摆州民调指出 民主党共和党双方呢 都在争抢的关键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呢 现在贺锦丽跟川普 两个人竟然都是 百分之四十八的支持多 达成了平手 当然也有媒体认为 贺锦丽是被低估了 或者川普被高估了各种讲法 反正各个版本都有 台湾的选举也是这样 那要知道 自2016年大选以来 其实这个民调机构 预测美国大选已经失准两次了 所以呢 这个里面的参考价值观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思考 而本周最关键的选前造势 李老师觉得按照目前的状态 跟风向看起来 谁比较有机会当新任的白宫主任 应该是川普会重演2016年 也就是贺锦丽也许会赢得普选票总数 但是呢 川普会胜选总统 那也就是进行到他的这个第二任 他也只剩下这一任了四年 其实我从 就是拜登退选之后 当贺锦丽出来 他的最高点是在 民主党提名大会 以及那个泰勒斯 出来支持贺锦丽的时候 在很多的这个民调 似乎看起来好像贺锦丽都占上风 可是大家知道美国总统的选举制度 是很特殊的 它跟台湾或者是中南美洲 这些总统制的国家是不一样 不是一票就决定了 或者是说两轮 我们台湾就一票 那谁多 谁都当总统 少数总统都有可能 中南美洲的这种选举制呢 它是前面两名 如果没有人过50% 你就再选取 第二次通常是一个月之后 美国是一次投票 但是是投这个 就是每一州 每一州赢者全拿 拿了什么呢 拿他那个选举人票 所以呢 你就看这个 有一些摇摆州 为什么呢 加州德州完全不重要 我有朋友在加州 帮助贺锦丽竞选 他到现在认为说 贺锦丽会赢了六成的机会 那如果你在加州看事件 深蓝深绿的 这个没有 对不对 因为那很可怜的是 加州投共和党的人 不都一切都变废票了 在德州投民主党的人 一切都没用了 他们还是去投 我也蛮佩服他们 可是呢 我就从 即使是在泰勒斯 泰勒斯出来支持贺锦丽的 那个时候 我们就看七个摇摆州 尤其是宾州 北卡 亚利桑那 那现在又加上 密西根这四个州 因为乔治亚 这个川普一直都是领先 然后呢 这个威士康辛 贺锦丽都是领先 各位你看 这个是 这是宾州 这是宾州 那宾州呢 他把十多个 大概就在做民调的 各位看 红色的就通通都是川普 然后呢 那个有三个说 这平手的 像是CNN 就我们这边 上面所写的 CNN是平手 各位 我觉得其实川普的支持者 是比较隐性 也就是他不太 第一个他不太愿意 接受民调的访问 尤其是如果知道 纽约时报 CNN我就不接受你访问 他们喜欢盖牌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可能不太愿意 讲他自己想投谁 但是呢 投票的时候 他可能会去投 尤其是现在 关键就是经济 移民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就看到 贺锦丽在政策的论述 跟表达能力 越来越弱 他们就觉得 这个缺乏领导力 美国人是很重视英雄的 你知道 美国人对于个人的崇拜 是非常强调 那川普表现的 你不要说他被子弹打 他表现出来的那些 这个言语 所以他的可能性 就受到这个比较隐性 以及他的传统支持者 就很坚定 所以我是觉得 在兵州 基本上拿兵州得天下 如果说其他的这个州 你又比较稳定 取得你的支持的话 现在看起来川普 胜选的几率 真的是蛮清楚的 好 永明哥 看好川普 有机会回锅白宫 那我们再来观察 是最近美选 有一个流量的关键单字 就是garbage 垃圾说 这原本是川普的造势场合上 一个喜剧演员 嘲笑波多黎各 是海上垃圾岛 引发的这个两派争论 但现在呢 拜登他反而来批评说 那你这些川普 川粉 你们才是垃圾 吓得白宫又要跳出来 赶快消毒说 拜登他只是在 针对川普的歧视言论 不是在说他的支持者 赫锦利这边也马上做切割 川普反应也很快 他在威州造势场合 自己就穿上了这个 清洁工的背心 甚至开了一台垃圾车出来 就直接借力实力 藤老师怎么看 这个垃圾车 引发的连锁效应 这个garbage这个字 现在在美国 大概流量是最大的 这个就被这些选举的人 把他吵得很热很热 不过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 说这个最早 这是一个这个喜剧演员 他是在川普的场子里面 讲了 他说Porto Rico 这个根本就是垃圾岛 这你刚刚说了 结果呢 这个拜登啊 沉不住气 他说啊 你支持川普的才算是garbage 他就是在骂自己美国人民 对 好了 那我们再比较一下 这个喜剧演员 他骂的人大概是13%左右 意思就是说 讲西班牙语的 在整个美国 很多啊 这个四千多万 可是总共是13% 可是呢 你要去看这个 拜登得罪多少人啊 起码大概接近一半 因为我们看各种的民调 大概川普的支持者 大概都是 跟这个贺锦丽呢 现在表面上看起来 还是平分秋色 不过我也同意 刚刚有明中所说的 到时候可能 这个川普呢 还是会出现的 还是会赢的 那可是呢 我们在看 他得罪的这些选民 所以说这两个不省比例 再加上他们两个身份 也是不省比例 那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说 这个拜登啊 他捅的楼子啊 是比较大 那现在呢 当然了 一方面这个设计力 急方切割 一方面另外呢 川普呢 他就大桌文章 那这个东西 我倒觉得说 可能对这个选举呢 还是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是 好 现在包含了 永明哥还有唐老师 都觉得川普的机会比较大 我们现在两票了 那至于美选 跟台湾比较有关的话题 仍然是聚焦在半导体产业 包含晶片啊 这些政策 那川普已经多次表达了 他认为台湾抢走了 美国人的晶片生意 而且如果要提供保护的话呢 你们必须要多缴一些 保护费的言论 想必呢 对于台积电 鸿海这些企业 这都是比较负面的态度 另外川普也抨击欧盟啊 说他们这个美国商品 买太少了 警告呢 如果他大选获胜 要让欧盟付出了 惨痛的代价 哇 跟这个北约盟友说这种话 我实在不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那至于跟竞争对手 中国大陆这边呢 也是各种关税 已经准备好磨刀祸祸了 那我们也观察到 在之前的美中对抗中 相较于拜登政府 他们比较轻重于科技战 那假如川普回来的话 是不是美中的角力主轴 又要拉回到贸易战了 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川普当选的话 是贸易加科技了 这两个他都一样 会跟中国来讲的话 在这方面做制裁 做竞争 那川普竞选 这是美国总统 选举到现在 我觉得 这个反而最关键的词 是关税两个字 大家都很关心 全世界其实不太关心 美国的垃圾到底是谁 有多少垃圾 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 我们关心的 我们台湾关心的是金片 欧洲他们关心的 大陆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是关税两个字 到底关税会怎么样 我觉得川普这次 很明显就像是 那种黑道大哥 在卖兄弟查案 他自己也讲说 黑道都要交保护费 那他是不是 就是认为自己是 黑道大哥他现在不光是 这个对欧洲 对我们台湾 对什么地方都在卖兄弟查案 你不卖我产品 你试试看 那你卖的产品 到底好不好 有没有使用上的价值 你的成本高不高 其实这才是消费者 应该要考虑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川普来讲 就跟摩根史丹利所预测的一样 他的最关键一件事情 等他上台第一件事情 就是关税 关税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有预估过 如果说川普当选的话 他的关税测试会造成 他的这个GBT 这个实质GDP 会缩少1.4% 那今年来讲的话 这第二季的GDP 其实是增长了3% 那如果说他当选之后 GDP会缩减4% 其实对美国的民众来讲 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更严重的 如果说他们预估 你关税如果这样伸收来讲的话 他们预估通膨会 再涨这个0.9% 这个现在来讲的话 9月份通膨已经是2.4% 如果又再涨0.9% 那是不是到3点多的通膨率 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央行 要不要考虑这个时候 要不要再这个继续要升息 还是要继续保持降息 只有在美国的考虑 了解 好 所以将军这边觉得 如果两者 你比较看好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川普当选的机率 三票 好 三票 那观众朋友 大选没剩几天 如果您比较看好川普或贺锦丽呢 觉得哪一边的迎面比较高 也欢迎在我们下方留言 参与讨论 好 下段节目 我们回来要看一带一路的话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11月要进行外交出访 有机会与 巴西 阿根廷 两大的南美国家 促成更多的合作 以达成他希望的 2025年权力拼经济 这个目标吗